大家都知道,随着孩子逐渐长大,母乳所供给的各种营养成分,已不能满足小儿生长发育的需要,一般在9-12个月时可以断奶。 在奶制品或其他代乳品缺乏的地区,断奶可是当年迟至一岁半左右,但断奶的月龄没有硬性规定。 如果母亲奶多可多为一段时间,一般到了一岁左右断奶,母乳少,但小儿愿意同时吃牛奶或其他食品,也可多吃一段时间。 如果母乳少,而小儿又不愿意吃奶制品及其他食品的,则应早一点断奶,可提前到6个月就断奶了。 正确的奶断方法,断奶不仅仅是妈妈和宝宝的事,在这个过程中,爸爸也将起着关键的作用。 以下的建议供你参考,快速断奶,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你和宝宝也都可以适应,断奶的时机愿意成熟,你可以很快给宝宝断掉母乳。 特别是加上客观因素,如果妈妈一定要出差一段时间,那么很可能几天就完全断奶了。 如果妈妈上班后不再吸奶,那么白天的奶衣很快就会断掉,逐渐断奶。 如果宝宝对母乳依赖很强,快速断奶可能会让宝宝不适。 如果你非常重视哺乳,又天气和宝宝在一起,突然断奶可能有失落感,因此你可以采取逐渐断奶的方法。 从每天为母乳6次,先减少到每天5次,等妈妈和宝宝都适应后,再逐渐减少,直到完全断掉母乳。 注意,断奶期间宝宝不良的饮食习惯是断奶方式不当造成的,可不是宝宝的过错。 断奶期间依然要让宝宝学习用杯子喝水和饮果汁,学习自己用小勺吃东西,这能锻炼宝宝独立生活能力。 补充说明,给宝宝喂母乳,既营养又方便,所以,现在实行母乳喂养的家庭很多,如果能用母乳喂养到6个月,对孩子的免疫力很有帮助。 但到宝宝死5个月时,妈妈要上班了,宝宝的胃口也大了,从母乳喂养到用奶瓶喂养的转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。 因幼儿从吃母乳的吃饭,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,切记忆刀切。 宝宝的断奶学际上包括断母乳、断奶瓶和断奶嘴三个阶段,要循序渐进,逐步达到断奶的目标。 三到四个月,逐渐断母乳,用奶瓶接受新餐具,奶瓶,让宝宝接受奶瓶需要循序渐进,受限要将宝宝的进食时间分为早,中,晚三段。 在中间的食段先进行尝试,这时的宝宝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,可以先用奶瓶逗逗她,然后喂她吃几口,使她熟悉奶瓶。 接着在她情绪稳定的时候,多用奶瓶给她喂食,这样,将宝宝可以在白天的时候,接受奶瓶进食的方式,要上班的妈妈就可以放心的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,宝宝也不会因为太大的改变而不安。 当然,传统的方式也可以尝试,比如在妈妈的乳头,伤吐一些芥末或风油精,让宝宝对妈妈的乳头产生不良的条件发射。 不过,这个方式可能会伤害宝宝的感情,妈妈的乳头也会被拉倒,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方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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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